两个人在一起 自然应是男人付出多一些 而小白一向将心事葬得很好 纵然受伤 被误会从来不说出口 有时 她又无奈她的这份独立 她小心翼翼地将她捧在自己的手心 恨不得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给她 但她从来都不要 一场漫天的花雨便能让她开心得不得了 她心心念念只想如何对她好 这只让人激窝心又让人心疼的小狐狸 自从她从凡间回来 就仿佛成长了许多 不知不觉中已有女君的气势 可她才三万多岁 正是最活泼浪漫的年华 因与她的情缘曲折方才让她成熟了 这段时日 听仲林来信说 她在青秋一直闭关修炼 她自是知道为何 她一向是说到做到 她想为自己分担这些责任 如同她说的那般 她想保护她 这几十万年来 自己有危难时 唯有这只小狐狸美美出现在她的身边 哪怕知道是去赴死 她也毅然决然 毫不犹豫 她那么怕疼 记得在阿兰若之梦时 她割破手时 眉头皱在一起 眼圈都红了 却在 星光节界时 浅笑着看她 血迹苍合 那时 她流了那么多血 伤痕累累 躺在自己的怀里 还教声说 是不是之前说的那番话 伤了自己的心 重林为自己不平时 责难于她时 她将她的委屈 捅捅咽下 把所有的过错 揽到了她的身上 若不是在 九重天 自己无以之息 她这些话 她永远都不会对她说出口 可越是这样 也让她更心疼她 想到这里 东华的心开始疼了 鸟落说 她对任何人 甚至是自己 也是这般无情 此话不假 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像她一般 如此全心全意 为她付出 更多的人 或是对她尊崇 或是敬畏 遇到她之前 她从未承道过情滋味 她的情只给了她一个人 早恨不得与她骨肉相容 生死不离 父神曾说过 她已达到九住心 专注一去 那是怎样的境界 她并不清楚 一念为神 一念为魔 她已不清楚 然 东华此刻倒是有些明白了 这便是执念吧 她 就是她唯一的执念 直至滚滚走了进来 江源看着屋内 比记忆中更加绝色的少女正 闭着眼睛的盘坐着 隔间的花垫更是如血如荼 周身的佛灵花如幻影一般落下 身着紫衫 极其俊美而又高贵的 银发青年站在她身旁 宠溺而又深情地看着她 银发的孩童抱着青年的腿 青年抬手揉了揉孩童的头 广袖飘飘掀气灼然 何其般配 此情此景 竟如画般为美 不仁打破的美好 这是她此生最后一次看到她 回到青秋 多日未见的二人便甜蜜蜜地游玩了几日 或许帝君终于良心发现 想到忽视了滚滚这许多日 稍有愧疚 于是带着她一起游湖赏莲 还教她钓鱼 嗯 如此可叫 比小白上手快了许多 虽然白滚滚陪娘亲睡觉的日子 再次一去不返 好在娘亲晚上都会哄自己睡着才走 而且也不用自己半夜起来 给娘亲盖被子了 这一日 凤九又想起一件事 当初想得好好的 一定趁帝君回来时 让她教自己剑法 这几日玩得忘乎所以 便将此事统统抛诸脑后 这个不行 不能在这般不上镜了 事已 凤九盘散着 拿出十八般厨艺 打三好好讨好帝君一番 她憋了一上午 终于带到东华从莲花池 钓了几尾鱼回来 赶忙将鱼搂接了过来 将东华带到饭桌 还给她倒了一杯桃花嘴 东华落座到她对面 看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肴 一手撑三 一手转着酒杯 看着她若有若无地偷偷描着自己 脸上还带着一丝讨好的笑 东华抿了鸣嘴边的笑意 轻轻敲打着杯盐 道 今日 怎么这般好兴致 做这么多好菜 滚滚不是去折烟那里了吗 此时 凤九终于得到实际开口 咳了一声 道 帝君 您看 线下我已继承了女君之位 但是整日游玩 也忒不上镜了些 您的剑术这般精妙 若是直颠我几招 之后我不至于丢您的脸不是 东华曲奇手臂撑着腮 看着她为了讨好自己 撒娇的模样 甚是让她喜欢 她抬眼看向她 看她一副不达目的 是不罢休的表情 继续说道 我可不轻易叫人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她早就从连凤那里 得知她想和自己学剑术 但是她前段时间 实在是把自己逼得太狠了些 这几日 她打算好好陪她游玩一番 给她放松放松 毕竟现在还是新婚期 想与她再多享受几日 凤九顿了顿 道 乙君 不要这般小气吗 你看我都给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了 最后几个字 语气透着一股娇憨 东华挑眉似笑非笑道 你换我什么 说着 手就抬了起来 凤九被唬一跳 疏然起身 下意识地捂着小脸 嘀咕道 夫君 是夫君 您同意了 东华慵懒地点了点头 道 行吧 我对青秋还不甚熟悉 你这两日先陪我 后日再开始训练 凤九惊喜道 当真 抬头瞅着帝君似笑非笑的表情 你最好了 凤九抿着唇软软说道 抱紧她 袖着她身上熟悉的气息 东华勾起手指弹了她额头 看着她皱着小脸碎碎念 她弯起唇角 伸手给她揉了揉 眉眼间露出温柔 可惜 计划没有变化快 本来还有两日游玩的时间 结果被小燕壮士的一封信打搅了 其实她此前都打算再也不去魔族了 实在对此的没什么好印象 再者说 害得东华现在身上秋水毒都没解去的 罪魁祸首姬衡 也在魔族 虽说燕池物和姬衡在一起了 但是前程往往 追忆期间她还是会遥有不平 但看在破除星光结界时 燕池物也曾助她和帝君 虽说没起到什么作用吧 但前去与她喝顿酒 顺便再去走 她说找到的那株草药 倒也可行 小燕还说 冰块脸现在已经愈发过分了 不让她吃她的糕也就罢了 连着几日都不让她去找她了 还在信中吱笑 她现如今被冰块脸管得死死的 没什么前途了 事已 晚上凤酒便怯怯地和帝君说了 帝君听到后居然没什么反应 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继续翻了翻书籍 两久 她抬头瞟了一眼略微不安的凤酒 目光重回到书籍上道 我和你一同前往 凤酒 真是奇怪 怎地居然没有吃醋 她还担心了许久 在她恍神之时 东华看向远处 眼神中略过一丝莫名的冷意 再把小白哄睡着后 东华躺在床上静静地轻轻拍着她 她爱看她熟睡时小脸红红的模样 脑中便响起 在翻音鼓时 七恒对小白说的那番话 和小白低气的话语 孟浩在她麾下征战数万年 所立战功无计其数 数字解救于她 且自己做了尊神几十万年 七恒是孟浩唯一的女儿 即便不是 以强凌弱她是做不出来的 这点 小白和她是一类人 便如同她也不会仗着自己青秋地基的身份 亦或是仗着自己在她身后 主动为难或伤害别人 这一点她也很欣赏 她的善良是骨子里的 青秋人都有这点心染的毛病 索性 小白得欣然点到为止 在一些事物处理上 该裹绝食 也从无犹疑 甚好 七恒若是本本愤愤的也便罢了 若是再有什么不安愤 须怪不得她绝情了 之前 小白在九重天说了那番话 可见还是有些心结 她当初同意和魔族联姻 不过是一场戏 趁此机会打开这个心结 亦能免亦免二人的情谊 何乐不为 再者 她知晓小白向来很懂事 怕是真是有什么要事 须轻去一趟 若是她不同意 怕小白亦会寻个时机偷偷溜走 不如她陪着她 左右她在她身旁 她也能安心 她俯身靠近她 端向许久 手指在她额尖轻腹后一停 轻轻地闻上去